记者陈云桃园报道,桃园航空乘公司与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下午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电子商务与资讯系统、行销管理及商品设计等人才培训。 航空乘公司董事长黄世卓说,桃园为物流重镇,未来要致力发展出台版Amazon。 黄世卓指出,北商大是航空乘公司第三所签订产学合作的学校,先前有擅长科技的交通大学,美国知名的圣母大学商学院,如今在加入继织体系的名校北商大,双方可以培养更多产业人才。 建政签署仪式的桃园市长郑文灿指出,航空乘计划不只要提高机场运量,也是产业投资计划,目前有航态、物流、维修、云端、电子商务、温创、生计等产业进驻,希望引进更多新形态的产业、商业活动。 北商大有丰富的商业专才,期待航空乘公司成为大学和产业的桥梁。 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表示,被商大过去培育许多商业管理、数位创新的跨领域人才,未来将一起推动电子商务与资讯系统、行销管理及商品设计与人才培训等合作条款,协助桃园市政府推动亚洲取更应XP产业人才。 张瑞雄校说,北商大和桃园市政府有多项合作,且在平镇有校区,不知道能不能改名为桃园台北商业大学在场的郑文灿亭建也开怀大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